宝贝 我这就回去给你做饭 别说一顿饭了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这女的挺恋爱恼啊 真羡慕她男朋友 不对 我就是大男朋友 舅舅你给谁打电话呢 宝贝 等着急了吧 你肯定饿坏了 走 喝起给你做好吃的 我也饿了 我想吃 想吃自己做错 宝贝 你想吃什么我都给你做 宝贝 我一会儿跟几个大学同学聚会 晚上就不回来 还要几个女同学 就你之前 不就几个女同学吗 正好我晚上约了小姐逛街 你不再正好啊 你女朋友也太好了吧 这都不发现 她就这点好 立点也不吃醋 你怎么能背着我去看电影呢 你不是不喜欢爱情片吗 我就没问你 我跟同事一起去 你还跟别人一起去的 男的女的 男 那个跟你一起吃了火锅 看了电影 黄色头发喷着宝贝里香水的 你们是谁 烦死了 老板休息日还要我给他改方案 过分 你们这老板是活不过名片了是吧 就是 什么破工作 咱辞职不干了 可是不干了 我吃什么喝什么呀 我养你啊 凭什么让你收着我脑气 你放心 以后我当老板 你就什么都不用干 每天在公司陪我 什么豪车别墅 你想要多少要多少 想去哪玩去哪 宝贝你对我也太好了吧 我现在又辞职 没破 早该辞了 你这么辛苦我都心疼 他又在放什么屁呢 我不工作他养我 你放心 以后辞职了我养你 等结了婚我就把工资卡给你 到时候你瞎买什么 傻乎我没有工作 我社会脱节 最后只能在家给他 当免费保姆是吗 到时候你就在家种种花 去去去 分手吧 大饼男 啊 大饼男 小姐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被男人批威的 没事宝贝 以后我养你 嗯 我又怎么惹到他了 天王盖地虎 小姐炖蘑菇 说我多少次了 不认在家吃外卖 不健康 我是九九 我有一个极其自律的闺蜜 嗯 哎呀 终于到家了 小语姐 你是不是又忘了 衣服不准倒是完人 还有那两只鞋 你就不能保持同一姿势了 永耀夫妇 我来了 差五十九秒就十点了 怎么还不睡觉 你难道不知道 熬夜容易上火旗的 我口气大吗 小语姐 今晚大结局 我就看五分钟 就五分钟 不行 虽然小语姐很严格 但是 五分钟哪个 看完大结局 我给你泡了杯 立顿蒲公英绿茶 这里面有几公英 四川和黄山的绿茶 今天 一定陪你看个够 会不会很苦 放心 茶香和草本 两者正好 干香平衡 微凉微干 嗯 再说了 立顿是百年大品牌 品质有保障 外卖哪有我亲友做 都有营养 快尝尝味道怎么样 嗯 衣服要捋顺再挂起来 记住了吗 嗯 闺蜜就是那个 你愿意为了她 打破规则了 我要这个 这个 这个 小语姐 这么快的酒酒 想要给她宠坏了 怎么会 真正的友情 从来都是双向奔赴的 小语姐 我买的都是你喜欢吃的 看我接线好吗 小语姐 你还要忙多久啊 快了快了 不跟你玩了 哎 久久 这要就生气了 小语姐 我说什么来着 她又被你怪坏了 小语姐 今天网页加班 说的你也不听 怎么我来听你 守护一下发际箱了 正好最近青龙自补结 我给你买了青年 谈的黑芝麻丸 它不仅含有黑芝麻 还添加了黑女 黑豆两种 要是同源的优质食材 甜而不腻 以后每天 请你吃一颗 久久 这都九点了 怎么还没来 哦 怕了怕了 小语姐 这么难的天 她让我皮靠肉厚的 不怕晒 她居然就让你这么挨晒 等着她 没事 她肯定是有事耽搁了 小语姐 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 我就知道你工作猫 没时间准备东西 所以我就连着你的 也带了一份 还别那么傻 带走旺游吧 估计又没什么吃的 零食也要带一些 我还做了全套的攻略 这次我做你的小导游 我都逛累了 小语姐 我们坐那儿休息一会儿吧 好 嗯 等等 我是九九 如你们所见 我有个洁癖的猪女 坐吧 干犯人干犯魂 干犯人干犯人 没事没事 捡起来三秒内还能吃 这种小法是十分错误的 这还差不多 记得把桌子擦干净 嗯 余总 祝我们合作愉快 李总啊 我仰慕您很总啊 这次终于见到真人了 这是 这是我助理九九 对不起啊 李总 见到您太激动了 手上油都没来得及擦 我这就给您擦干净 其实也不用 哎呀 你就放心吧 这个伟大成人杀菌 是经擦完像水洗一样干净 而且还能杀菌 因为有氨基酸提取液 所以不会伤手 不好意思啊 李总 九九平时被我惯坏了 给您添麻烦了 您这说哪的话 那 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好的 小丫头 你这次可帮了我大忙了 那有什么奖励吗 那就奖励你 这个伟大超秘尼杀菌世纪 给天鞋带 预备不时之需 嗯 九百九十八 九百九十九 加油 还差最后一个了 哦 不行了 不行不来了 哎 那不是你男神吗 是 哪呢哪呢 在那呢 哇 嗨 嗨 好巧呀 你是 哦 你就是我朋友圈里每天晒健身自拍的九九 你居然记得我 看你这样子 你那些自拍 不会是摆摆吧 怎么可能 我刚做完一千个摇摆起坐呢 刚运动完 身上怎么可能会有这么清晰的体香啊 这是我天生的体香 不管是多少看 你还是很有这样的体香 这么下去 天黑九九也进入不了正体 看来还得我出马 聊什么呢九九 哎 他不就是你天天挂在嘴边的男神吗 小雨姐 呃 九九 你还有朋友 我就先走了 我们改天再聊 拜拜 小雨姐 多亏了你送我的可丽香水 不管吃多少汗 都还是很清爽的感觉 是不是你男神很喜欢这个味道呀 不知道啊 可他身边从来没有过女生 小雨姐 你说他是不是也喜欢我呀 我或许知道他身边 为什么没有女生了 小雨姐 小雨姐嫂 小雨姐今天怎么不理人啊 她平时不这样啊 你要的芒果 我要的是芒果干 不是芒果 我没说要芒果干 我要的是芒果味的饮料 那跟芒果有关的都在这儿了 就知道大姨妈来了男神 你有一个 比你更了解自己的闺蜜吗 九九 又忘了抹这个去豆小绿馆 有微加微酸乳膏了吧 早就跟你说过了 像咱们这种学习压力大 又容易暴斗的人 这简直就是必备的战斗神器 长痘了 一定要抹这个 不要用手挤 知道了小雨姐 我以后会记得的 算了 还是我帮你记着吧 完了完了 又忘了姓名书 放心 我已经帮你写好了 谢谢小雨姐 还是小雨姐等我 早啊 又下雨了 又没带伞 又忘带伞了吧 小雨姐 走吧 送你回家 嗯 或许 闺蜜就是世界上的命运跟我吧 是一个眼神 就可以看穿对方想法的人 小雨姐 你不会需要 做饭啊 今天难得有空 啊那个 贺莲莲今天约我吃饭 我的那份就不用做了 你记错了吧 她说要过来吃饭 什么 蜜子 在这儿呢 敲海 要先尝一下吗 这 我去开门 哎呀 饭做好 小雨姐亲自掌勺 这是喂药 自求多福吧 啊 这么严重 时间紧张 随便做了点 这不挺好啊 三项未俱全的 那都是假象 哦 我知道 你想跟我抢 怎么样 贺莲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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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电话都少来着 贺莲莲 醒醒贺莲 贺莲莲 我怎么在这儿啊 啊 吃饭 怎么不长记性啊 演的也太假了吧 哪有这么夸张 怎么样 现在你知道我有多难了吧